我叫杨振忠 我会使的这件作品是从2000年开始拍的 所以从2000年到现在 断断续续的差不多也正好20年了 这件作品一开始从 当然从国内开始拍 其实非常简单 我的摄像机对着被拍摄的时候 然后他就只是说了一句话 就是我会死的 然后拍各种不同年龄 不同身份 各种各样的 后来慢慢的因为各种机会吧 这件作品就是一直在持续到各种国家 到欧洲或甚至到中东国家 在礼拜那也拍阿拉伯语 我每次都是让被拍摄者 用他的谋语来说 到现在为止差不多 就我自己这样直接拍 加起来将近有五六百人 五六百都不止 六七百 16年的时候 我又把这个作品发布到网上 现在这个技术就已经达到 每个人拿着自己的手机可以自拍 这样就是后来又这样的又有好几百人 首先这句话是个真话 你对着镜头会说谎 这句话你不管怎么样说出来 是真话 可能我对各种宗教有兴趣吧 因为所有的宗教都在谈论 如何面对事 就是所有的宗教在做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现实中 大部分人都很容易忘记这件事 他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或者是忙忙碌碌 或者是在争取各种东西 在为生活奔忙的时候 做出各种事情来 不管好的怪的 很多时候他忘了自己会死 这件事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种矛盾的东西 比如说拍摄本身 我们为什么人会发明摄像机 照相机 我觉得你甚至发明照相机 这样的东西也是跟死亡有关 因为他会记录下你活着的证据 要是人不会死 根本无所谓记录不记录嘛 就你永远活着 对吧 拍一个人说我会死的 同时在记录他活着的证据 同时他在表达 这是一个会死的被拍摄的生命 一个是首先是那种介入的感觉 自拍是我自己想对的镜头 这是一种不同的感觉 而且他选择他自己愿意的 角度啊情境就很不一样 有的时候他会达到那种非常私密的情况 甚至有人在一边洗澡就去拍 或者是在被窝里直拍 所以我在网上先征集到的那种 有的时候是你不可能我去拍得到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个人 我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 我拍小孩真的是很无所谓 小孩就是要说这个吗 好说一下很轻松的 或者大部分年轻人都是比较随意的 但是拍年纪大的人你就会从 你从镜头里都看到感觉会比较沉重一些 有一次住在欧西哥拍西班牙语的时候 酒店里的一个中年妇女 酒店里的妇女 她说她女儿刚刚去世 我们都觉得就是说她那种情绪就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始终我觉得是跟个人经历有关 你就算是这么大的疫情 好像世界变化怎么样 或者是末日感 但是我觉得很快我们都忘记了 如果事情过去就很快就忘记了 所以关于生死这种问题 虽然是很普遍 每个人都一样 但是同时也是非常够了